高雄岡山的岡岩地下道 是在地橫跨鐵路東西 兩項的重要道路 或是因為多年失修 路面早已經坑坑洞洞 讓民眾想起 當初騎車運送貨物時 都有可能會有飛起來的狀況 當然啦 以前我也載東西 跳跳跳 落在頭上 一天我載一輛鯉鯉 再載我沒有 我蹭坑洞洞 兩個人 mixing我 realism刮流 仔細問到 這邊食堂車禍好不好 我住在這邊 至少看過實踐 10件以上 搬來這邊 100幾年的 豁油有沒有 坑坑洞洞的 真的很不好騎 而且有時候下雨有沒有 排水系統也不好 有時候都會積水這樣子 在里長大力爭取 以及議員的協助之下 終於在今年7月 重新跑步的整段地下道 可以看到現在路面已經平坦了許多 通過時不用再擔心 會有直接從地面起飛的事情發生 有修補沒跑步 這一點是後來規劃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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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有比較順的 比較安全 對 對 剛彥宜地下道 其實在110年的時候 就是兩側的水溝蓋 然後都因為車輛壓過 然後那個移位或者是翹起來 然後那裡面的話也坑都不平 然後在112年就是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城鄉里民在裡面摔倒送醫 然後城鄉里長就跟我講 我們兩個就在鋼硯地下道 來回騎了六七趟 才發現說這一定非得要重新跑鋪 近期高雄捷運RK1通車 使用鋼硯地下道的車輛也隨得變多 這次重新鋪設道路 民眾都有感的表示 這樣子安全的許多 也希望未來燈光灰爛的問題 也可以緊接著一同改善 現在是我認為燈光它沒有換 沒有換LED 暗暗 你如果騎秋天或黑暗天會很暗 那以往沒有跑步之前 也有很多鋼山國中的孩子 在裡面摔倒或者騎腳踏車輪胎破掉 這個我底班都有接受陳情 那現在重新跑步完了之後 真的長很多 那現在就是裡面的燈光 希望可以一併地改善 因為有點昏黃 那後紅里辦公處這邊再繼續努力 因為台鐵鐵路經過的原因 乾山東西兩項的居民 都得仰賴山做地下道做連接 這次配合捷運新站重新整頓周邊的道路 也為大家的通勤路上多一分保障 記者蘇安君高雄報導 請問一一天 急如何 您今天覺得疫情 推到 開唱 誇題